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妈,我不管,你一定要让那个臭东西转学 侄子气鼓鼓地从学校回来,一脸不满地向嫂子告状 她说月月穿得太寒酸,还当众叫她表弟,让她被其他同学嘲笑了 我轻壳一声,提醒她说话注意分寸 谁料她白了我一眼,有些委屈地望着嫂子 我又没说错,她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凭什么做我的表姐 她大言不惭地在我面前诋毁我的女儿 嫂子没有制止,反而心疼地安慰她 对对对,她不配 我气笑了 下一秒就看见女儿浑身脏兮兮地出现 像是从泥里打了滚一样 她面无表情瞥了眼抱在一起的嫂子俩母子 二话不说回了房间 我当即意识到她在学校里被侄子欺负了 我跟进门的时候 看见她背对着我在偷偷抹眼泪 这一刻,我忽然有些心酸 我独自带着她在乡下生活这些年 她比同龄孩子更懂事,独立 十一岁的年纪 她很少对我撒娇哭闹 我知道她是不愿意让我担心 她觉得我独自带大她很辛苦 可明明是她跟着我受苦了 我正想要安慰她 嫂子却突然间闯进来 她皱着眉扔过来一把刷子 声音尖锐 你今天居然敢踩我儿子的鞋 你什么玩意 那么没礼貌 赶紧地 去把我儿子球鞋刷干净 女儿瑟缩地抖了一下 聂诺这解释是 侄子先过来踢她 她躲开 侄子被绊倒了 鞋才弄脏的 嫂子声调拔高 那你为什么要躲 你就不能站着让她踢 我告诉你 不刷干净你今天别想吃饭 闻言 我瞪大了眼 感情她和她儿子 都把我当成了摆上 才会一而再地忽略我 欺负我的女儿是吧 我憋着满腔怒气 忍无可忍 把刷子扔了回去 嫂子一正 不可置信地指着我 好啊 你敢扔我 你知不知道 你们现在可是寄人篱下 住着我的房子 她的房子 我眼神一灵 就要上前和她说清楚 被匆匆赶来打圆场的我妈拦住 哎呦 不就是刷鞋吗 有什么好吵的 我刚好得空 我去刷 她说饭做好了 拉着嫂子去吃饭 嫂子回过头 愤愤不平地嚷着 你们娘俩就是嫉妒 嫉妒我和你哥家庭幸福美满 有车有房不缺钱 告诉你们 这你们可羡慕不来 谁叫你命贱 早早死了男人 门被重重关上 把她的声音隔开 女儿一双圆圆的毛子 担忧地打亮着我 不知什么时候起 女儿反而成了保护我的那一个 我尖色地抿了抿嘴 朝她挤出一个没事的微笑 心里却开始后悔 不应该答应我哥陪她演戏 我的老公去世前 说放心不下公婆 我想着替她尽孝 就带着女儿去乡下陪他们 一待就是八年 眼看女儿就要小生出 而老公去世前留下的别墅 是学区房 我这才带着女儿回到城里 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 没想到的是 我哥早已经脱家带口 住进了我的别墅 我回家的那天 我哥疯狂和我打眼色 希望我不要拆穿她 我妈也帮着她说话 不管嫂子怎么嫌弃我 我妈指一个劲地说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表面像是在替我说话 实际上是在劝我不要伤了大家的和气 我三十平的主卧 塞满了嫂子的东西 女儿的房间 也被侄子霸占了 女儿问起 原来放在玻璃柜里的星带露玩偶呢 侄子满脸嫌弃 说原来房间里的东西太脏了 放在家里碍事都烧了 女儿瞬间变得失落 那是她最喜欢的玩偶 我不满侄子怎么可以乱扔别人的东西 嫂子跳了出来 你哥原来是好心 才给你娘俩留个房 现在我儿子要住这个房间 还有你们什么事 怎么那么矫情 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听到嫂子呛我 侄子得意地对着我做鬼脸 还用玩具砸我 我脑袋被砸出血 来不及撒气 就被我妈拉去上药 两个人的时候 我妈安抚我 她说 侄子年纪小不懂事 但是人品还是好的 让我一个大人 不要和小孩子计较 我觉得荒唐 告诉她我能够辨别是非的 我妈一听 急得泪眼婆娑 我们老刘家就这么一个男孙 你做姑姑的 就不能忍一忍吗 她说完我就明白了 她要牺牲我 成全她儿子一家 妈 我也是你的孩子 你不能偏心 我注视着她 她撇过头 眼神闪躲 我知道 我也心疼你的 这不给你上药来了吗 我苦笑 到底是上药还是警告 她比我更清楚 当天晚上 女儿好不容易入睡后 又在梦里抑郁 妈 我们搬家吧 我深吸了口气 重新帮她盖好被子 女儿离开的时候 年纪还小 她忘记了自己才是别墅的主人 当初她爸爸买这床别墅 就是希望把她当成小公主来养 她不应该生活在嫂子一家的阴影下 打定好主意 我决定找我哥谈谈 我哥迷离着眼 打了个哈欠 再三和我保证 不会让类似的事再次发生 好妹子 你放心 你就在家里安心住下 明月说的是梦话 都说梦是相反的 你别当真 再说了 你还能搬到哪里去 她的问话把我整不会了 真要搬 走的也是他们一家 不是吗 我抬起头 望着她睡意朦胧 往二楼的主卧走去 一时分不清 她是真迷糊还是故意糊弄我 但我想的是 嫂子母子至少会收敛了 却没想到第二天傍晚 我还没走进大门 就听到嫂子趾高气扬的教训人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乱看 你妈端盘子的那点工资可买不起 我内心一致 推开门 刚好看见嫂子躺在沙发上 欣赏着自己新做的美甲 我女儿搭了着脑袋 局促地站在她跟前 不敢吭声 侄子在一旁鼓道着新的模型玩具 有样学样地跟嘴 就是 你别想打我玩具的主意 看坏了 你赔得起吗 你妈就是一个穷端盘子的 女儿的头更低了 好像很羞耻 我恍然想起 这段时间 自己早出晚归的 倒让他们都误会了 以为我在外面吃苦 看到我走进来 嫂子丝毫不觉得自己说话 有什么不妥 张口就来 你从正门进来的 都忘了告诉你了 以后你从后门进 别人要是问起 你就说是我家的保姆 我想过了 你们可不能无缘无故 没名没分地住在这儿 嫁出去的姑子 回家让自己哥哥养着 你自己不嫌丢人吗 几乎是一瞬间 我的火气就上来了 想不到 这就是我哥和我保证的结果 我暗自打定主意 得马上让我哥一家 收拾包袱走人 我不欠他的 没必要看嫂子的脸色 在此之前 我得先安抚好女儿 她就站在那里 在偌大的房子里 父辈受敌 却孤立无援 她摇摇欲坠 好像下一秒就要碎了 我没好气地瞪了嫂子一眼 在她诧异的质疑声中 把女儿带走 回到房间 我当即下了单 给女儿买了她最喜欢吃的榴莲 好不容易把女儿给哄好了 我打算把真相告诉她 月月 其实我们住的 话没说完 嫂子就冲了进来 她捏着鼻子 神情张狂 刘小飞 谁允许你们 在我家里吃榴莲的 她风湿地掀翻了桌面 啊 味道那么大 你们这是要做死啊 还有啊 你们怎么可能 有钱买得起榴莲 她怒视着我 眼神一翻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扬起手 就给了我一巴掌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偷了 我老公的钱 我捂着发烫的脸颊 很快回过神 顿时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反手就扯过她的头发 偏偏我妈在这时候出现了 她慌慌张张把我们分开 我甚至来不及扇回去 嫂子几乎是哭着躲到了我妈身后 她悲痛欲绝地哭诉 你可好心收留你 你怎么可以偷她的钱 你还要打我 你这个没良心的 妈 你看着办吧 反正我是不能再和他们待在一起了 她要是还住这 我就带我儿子回娘家住 以后你就见不到你孙子了 我妈听到再也见不到孙子 急得脱口而出 哎哟 要走也是他们母女走啊 怎么轮到你呢 我一愣就看见我妈开始在房间找行李箱 我忍无可忍 大喝一声 妈 这是我家 我妈猝着没看我 满脸为难 小飞 你没回来之前 我们一家好好的 你一回来 这个家就三天两头地吵 要不你还是先搬出去吧 我不可置信地又重申一遍 这是我家 我妈眼里已经流露出不满 我是你妈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你是想逼死我吗 你那么大的人了 你就不能顾一下大局 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他们站着我的房子住了八年 我没马上翻脸 都是给他们面子了 什么才是大局 他的孙子才是大局吗 看到我失神 他才缓了语气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 你就先搬出去吧 嫂子在一旁满意地仰起嘴角 不知所谓道 我算是长见识了 能在自己哥哥家住得那么心安理得的人 真不要脸 赶紧给我搬走 真是碍眼 我默视着他 心底已经想要把他千刀万剐了 这时 我哥恰巧下班回来 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满头虚汗跑过来 他附在嫂子耳边说了几句 嫂子才不情愿地哼了一声 转身离开 带他走后 我哥略带抱歉 告诉我 昨天他忘记和嫂子沟通 害我被刁难了 他态度诚恳不含糊 希望我给他一点时间 好妹子 我想过了 我会买套房 解决咱家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 你就多淡淡 他像小时候那样 拍了拍我的肩膀 对我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我才稍微释怀 幸好我哥是名市里的人 在房间收拾了残局 想着流连 我和女儿也吃不完 不如分给我哥 走到大厅 看到他和我妈在厨房 游林下锅 发出滋辣的声音 他们俩都没发现我的靠近 只听我妈问 你真要买房搬走 你老婆能答应 我哥呵笑一声 哪能啊 我可没钱 看到我妈皱眉 她继续说 妈 你就我儿子这一个孙子 她都在这别墅里住习惯了 还能去哪 这段时间 我给我妹物色个男人 她嫁出去了 就不会再打这房子的主意了 我的胸口仿佛被扼住 瞬间停了呼吸 捏手捏脚地回到房间后 我再也遏制不住抱着女儿抽气 想不到我亲妈 亲哥一直都想着算计我 亏我还在乎他们的感受 这段时间 我为了他们可是一忍再忍 他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可怜我的女儿 一直跟着我受罪 抹掉眼角的泪 我咬紧了牙 心底已然有了打算 我第一时间结绑了蓄存水电费的银行卡 才发现里面原来十万的预存款 经这些年的扣账后 结余只剩五万了 想到嫂子那跋扈的表情 我都有些嫌弃自己 好在没多久 我就听到了嫂子的惊声尖叫 她包裹着浴巾 头上顶着泡沫 从浴室里慌张地跑出来 怎么回事 怎么停水了 她从二楼望下来 看到我好整一霞 坐在餐桌上吃饭 不高兴地指挥我去找物业 转头吆喝着我女儿 去给她拿吹风机 结果下一秒 只听啪哒几声 家里就一片漆黑 停电了 嫂子的声音戛然而止 只我还没来得及偷笑 就听见侄子因为怕黑 恐惧地哭起来 这下惊动了我妈 黑暗中我听到她匆匆忙忙的脚步声 乖孙别怕 奶奶来了 结果没几步 楼梯处晃过一个身影 咚咚几声后 我妈从楼梯滚了下来 随即哀哟哀哟地叫苦不迭 我拉住女儿想要过去搀扶的冲动 偷偷溜了出去 正好在小区门口遇到我哥 我捂着女儿的嘴不让他说话 我哥以为嫂子又碾我了 他有些难为情 装模作样掏出一百块 让我们在外头吃点好的 我毫不犹豫拿着钱就走 可还没走远 就接到她打来的电话 小飞 家里的水电费欠费了 你不知道吗 我 嗯 空气突然安静了 几秒后 我哥语气变得急促 小飞 你快点回来 把水电费给交了 我犹豫 为什么是我交 你说的什么胡话呢 这不是你的房子吗 我常常哦了一声 你不说我都以为你忘了 可是哥 嫂子天天嫌我穷 你不知道吗 我没钱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脑子里已经想到 我哥跳脚的样子 呸 一个月大几百的水电费都交不起 还在我面前装腔做事 他们真是可笑 第二天早上起来 已经来电了 我抬脚就往物业跑 提了两桶油回到家后 我妈脸色才好转 她以为是我买的 欢喜地结果 这才对吗 好歹是亲兄妹 何必算得那么轻呢 当天晚上 物业的人就上门了 俩工作人员笑眯眯地举着收款码 向我哥收取一年两万的物业费 我哥末地松掉了手上的烟 他哆嗦着善笑 开始向我识眼色 他从来没交过物业费 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别墅物业费一年 要那么多 我领会到他的眼神 看了一眼我嫂子 灿然笑着开口 才交一年吗 你们这是多看不起人 我哥哥嫂子那么有钱 至少得交十年吧 文言 两名工作人员大喜 对着我哥嫂说了很多好话 把收款码又对劲了点 嫂子没发现我哥一脸菜色 高贵地坐在一旁 坦然地接受外人的恭维 我妈从厨房走过来 才知道早上的那两抽油 是我从物业里拿的 她不满地说我多事 让我赶紧交钱 我沮丧着脸 妈 嫂子都天天念着我是个穷鬼 你不知道吗 眼看二维码 几乎要对到我哥脸上去了 我哥才咬紧了牙 说了句 先交半年吧 这房子说不定住到什么时候 嫂子一听 以为我哥要换更大的房子 更加得瑟了 眼神轻轻贴过我 一脸不屑 我暗笑 这憨货是 没看到我哥付款的手抖得多厉害 我哥缴了一万块的物业费 她在没了往日对我的和煦 沉着脸盯着我 我装着没看见 被嫂子叫住 嫂子趾高气扬地开口 你也看见了 我们家一年物业费要两万呢 你是肯定不能白吃白住的 从今天开始 你得交房租了 此言一出 我妈和我哥神情变得不自然 我好笑地问她要交多少 她沉吟 一番计算后开口 看在你哥的面子上 你每个月交三千吧 不能再低了 我轻哼 我这一个房间就要交三千 嫂子以为我贤贵 她不可思议地瞪着我 你别贤贵 我这一幢房可以租两万 收你三千怎么了 我呕了一声 拖着长长的尾音看向我哥 那要是租个七八年怎么算 我哥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 冷汗已经流下来了 看见嫂子还在掰着手指计算 我哥没好气地打断她 行了 都是一家人 谈什么钱不钱的 以后不许再提了 听我哥声音大了起来 嫂子不乐意了 刘晓峰你什么意思 我这不是为你着想 怕你吃亏吗 你倒还凶起我来了 你之前不也是说 你妹啥事都不会干 拖你后腿吗 在她面前 你就不敢说了 还怕伤她自尊心不成 我看你是白担心了 你妹这人 可没有自尊心呢 但凡她懂事一点 知道住在哥哥嫂嫂家 要帮衬着些 我倒也没啥 可她倒好 白吃白住 还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搞得好像我们欠她的一样 你把她当妹妹可以 但我和她可没有任何关系 嫂子一口气输出 听得侄子都跑过来说上几句 她朝我做了个鬼脸 我爸说你就是寄人篱下的垃圾 不是亲戚 是讨债的 我早就对哥嫂一家失望至极 但听到他们说出那么露骨的话 我还是忍不住挑了挑眉 既然他们要撕破脸 那我奉陪到底 我面无波澜地看向我哥 挺直了胸膛问他 哥 看来咱们之间的账 是该好好算一算了 我哥看到我认真了 而侄子依然在旁边不停地曲曲 他铁青着脸 转过身 一巴掌抽在侄子脸上 煞时 我妈 我嫂都看懵了 侄子哭起来 我哥却当着嫂子的面 和我陪不适 妹 你别听他们娘俩胡说八道 你别 别往心里去啊 嫂子的脸 憋成了紫茄色 臭得很 他怎么也没料到 昔日对他唯命是从的我哥 今天异常在意我 他眼珠子一转 担忧地在我和我哥身上 不停打探 浅浅问道 你们是亲兄妹吗 知道他想歪了 我满脸鄙夷地看向我哥 虚荣又愚蠢的女人 跟他真是绝配了 接下来几天 我哥就像是故意躲着我一样 不是加班就是出差 没在我面前冒过头 我看着手机里 他已读未回的信息 用脚趾头都想得到 他是不打算回应我搬走的事 没错 早在他老婆让我交房租的当晚 我就给他发去了结算清单 一共八年的房租 给他打了八折 一共一百五十三万六千元 要不结清 要不搬家 他总得选一个 嫂子应该还不知道这事 看我的眼神依然犀利 我开始期待他知道 别墅是我的时候 他是否依然嚣张 这天 就在我给食客上菜的时候 店里进来了几个标形大汉 不管不顾地 在店里又打又砸 碗叠碎了一地 有些刚上好的菜就白下了 谁是刘小飞呀 出来吧 食客们被吓得不行 缩在角落里 动也不敢动 其中一个大汉 低头看了眼手机 却认识我后 直冲我而来 嘴里脏得不行 他威胁我快点捡包袱走人 说因为我的到来 导致别人家庭不幸 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 我当即意识到 他们是嫂子找来的人 惹娘的 折扣作罢 眼看大汉扬起手 就想揍我 而周围的人听到我是小三 眼神都不对了 甚至期待他的巴掌落下 可下一刻 厨师长带着一伙人 从后厨冲了出来 他们平时抛锅活面的 臂膀有劲得很 一个勺子扣在大汉的胸口 痛得他呲牙咧嘴 没几下 几个闹事的人 就给干趴下了 警察来了 将他们以寻衅滋事的理由 带不走后 厨师长邀功地向我咧嘴一笑 嘿 老板娘 这个月能给咱大伙掌工资簿 嫂子想故意给我难堪 让我被店里辞退 可她不知道 我端盘子的这家店 早被我盘下了 而且我大方 又亲力亲为 和员工们打成一片 大家拥护我 根本就不相信 我会是小三 可惜了 嫂子做妖没得逞 她想必会不高兴呢 果然 才回到家 嫂子就凶狠地扑上来要打我 嘴里嚷着 要我给出她弟赔医药费 我反应过来 原来看手机 那个大汉是她弟 不愧是梁姐弟 一样地嘴里喷屎 不知所谓 想着今天我收拾了满地的残局 以及坏了的桌椅碗筷 我气也上头了 不客气地掀给了她一耳光 嫂子蹬着高跟鞋 不可置信地晃了晃 跌坐在地 她哭着掏出手机 给我哥打电话 刘晓峰 你快给我滚回来 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我哥不情不愿进门的时候 看到我和嫂子 还有我妈 几个人整整齐齐等着她 我哥咽了咽口水 她没有立即去安慰嫂子 反倒是先朝我点了点头 笑得心虚 嫂子眸光一闪 感觉被忽视 前一秒还在装可怜的她 下一秒就暴躁起来 好你个刘晓峰 眼里只有这个贱人 好啊 难怪说你妹怎么一直不结婚呢 原来你们俩早就搞在一起了 她一袭话 把我妈给吓坏了 而我哥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 被她这么一说更是火上浇油 这个时候了 我当然还得再拱一把火 我毫不迟疑地把嫂子她弟 去我店里闹事地经过说了一遍 最后特意补充了一句 哥 你好歹也是国企单位的小领导 嫂子也真是不知轻重 要是让单位知道你找小三 我看你这工作是不想要了 我轻易就捏住了我哥 眼看她的瞳孔已经撑大 怒气快憋不住了 嫂子依然不知死活地在旁边叫嚣 你还有脸说 你们一伙流氓把我弟的腿都打折了 你要是不赔钱 我跟你没完 只听啪的一声 空气静止了 嫂子捂着腮帮子 眼里蓄满了泪水 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 而我哥更慌乱 但也不能得罪我 最终只能铁过头去不看他 这一刻 嫂子陷入了癫狂 他直接瘫坐在地上撒泼 打我 行啊 老娘就和你们扛上了 你们要是不和我道歉 不赔钱 我就和你离婚 我要带孩子回娘家 话一落下 我妈就坐不住了 她急急跑过去扶起嫂子 哎哟 好媳妇 你这哪能呢 你要是把我孙子带走了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哎哟 你看在我这张老脸上 就别往心里去哈 我这个老的先给你赔不试 给你弟赔不试 嫂子一看有戏 开始不依不饶 她拽着我妈 就是一通输出 甚至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她不只要我赔钱 还要我亲自 登门给她弟道歉 她想得倒霉 我重重冷哼一声 我妈知道使唤不了我 眼珠子一转 就叫来了我女儿 媳妇呀 你看这样成吗 女带母长 我带着孙女 过去跟你弟弟道歉 你弟要是不满意呀 我就让她在下跪 给你弟磕个头 这总成了吧 女儿脸色煞白 想不到我妈为了红嫂子 要如此做见我娘俩 我头皮发麻 一把推开她 把女儿护在身后 对上她虚晃的目光 觉得她是如此的陌生 妈 月月也是你的亲外孙啊 你怎么能这样 我哪样了 我孙子她姓刘 注定是刘家的种 月月她姓公 再说以后她嫁出去了 她和你也是两家人 我耳朵嗡嗡的 亦是她嘴里的两家人 也包括我和她 原来是这样啊 几乎是一瞬间 我之前对她有再多的期待和眷恋 都被打碎了 这一刻妈这个字在我嘴里嚼烂了 我也叫不出口 要是再纠缠下去 倒是我的不对了 既然是两家人 那就好办了 我一个电话 把店里所有的员工都叫来 招呼一打 就让他们把我哥一家的东西 全部往外扔 嫂子云里雾里的 反应过来后 抓狂地在别墅里乱转 想要制止他们 却被推开 她才害怕地哭了 崩溃地打电话报警 说要告我 让我牢底坐穿 我拿出房产证 摊开在她面前 指着我的名字 知道这几个字吗 户主 刘小飞 你说 你要告我什么呢 此刻 嫂子像是被墙吞下了只苍蝇 错愕地张开嘴 她浑身站立 惊慌失措 我转头看向我哥 租金费用 我早给你发过去了 你得空计地付一下 我哥不淡定了 如动着嘴巴 深吸了口气劝我 妹 你不能那么狠心哪 我笑了 我很心 我再狠心 也比不上你们 我指着嫂子 你一而再地挖苦我 讽刺我 住着我的房子 想让我交租金 这就算了 还纵容你儿子 欺负我女儿 真拿自己当回事呢 还让你弟去我店里找茶 你这是在太岁头上冻土呢 你这个没眼力见的蠢货 我指向我哥 你不经我同意 就占我的房子 让我陪你演戏也就算了 你还想让我嫁出去 把房子过给你 你真是打了一把好算盘 我要是没听到 你把我卖了 我还能给你数钱呢 亏我之前还当你是我亲哥 我呸 你才是那个最不要脸的东西 寄生虫都不如你 我指向我妈 你心里就只有我哥 只有你孙子 不管做什么 你都帮他们 看到我和我女儿被欺负了 你嘴巴上倒是说得好听 背地里又是另一套 我真是见鬼了 这辈子才投胎成你的女儿 我这番话说完 恰巧侄子回来了 看到嫂子木讷地处在原地 眼角含有泪水 她二话不说 就扑向我女儿 你又惹我妈不高兴了 我打死你 还没靠近 就被嫂子拎住衣领 又是一个脆响 嫂子佯装镇定地责备她 这是你表姐 你怎么没大没小的 侄子被打猛了 诧异地看着嫂子 我微微惊讶她变脸的速度 也算见识了她八面玲珑的一面 哼 她这是知道 谁是大小王了 晚了 我一声令下 将他们所有人都赶了出去 我打定了主意 不再和他们联系 他们倒是没脸没皮的 不断地打电话过来 想要和我修复关系 为了清静 我索性把手机号给换了 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 店里出事了 好多人说吃了我店里的饭菜后 拉肚子住了院 没多久 网上就爆出我店里的菜 都是用空调水洗的消息 还有照片为证 空调水管下 接一盆水 反复循环利用 网友谴责的言论频出 说我奸商 吃人血馒头 有人扒出了我现在的处境 说我寡妇歹毒 嫉妒歌嫂 夫妻和睦 把自己的亲妈都赶跑了 这时闹到最后 女儿学校打来电话 让我把女儿先接回家 说其他家长都不愿意 自己的孩子和我女儿 共一个班 女儿也说不想读书了 委屈地说 想要留在店里帮我干活 女儿一哭 我眉头的清惊就直跳 欺负到我女儿 她们算是完了 我找上门的时候 嫂子一家窝居在我妈原来的老破小里 看到我后 我戈面露喜色 却被嫂子一个眼神 强行拉长了脸 接下来 她轻壳了几声 却如何也开不了口 嫂子实在不耐烦了 推开她 直视我 她以为我惧怕网上的抨击 来要求他们给我澄清 她大言不惭地 让我把别墅过户给我割 要不把房子过户给我也行 我先替我儿子监管 你看着办吧 是同意 还是继续让你名声臭烂掉 你女儿跟着你受罪呢 她自明得意地威胁我 我却不慌不忙 找了张椅子坐下来 喝了杯水后缓缓开口 听说嫂子之前还生过一个孩子 墨地 嫂子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你不要胡说 她越是慌张 我越是笃定地把我听到的事情一字一句说出来 听说嫂子在嫁给我哥之前和别人生过一个孩子呢 为了过好日子 你抛弃了老家的亲儿子 你真的不要太狠心啊 你放屁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嫂子极力否认 她一边和我哥解释 一边说我嫉妒她 故意抹黑她 我哥眉头卷起 但还是耐心地安抚她 她说他们情比金尖 她永远信她 当我拍拍手 门口走进来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时 我哥还故意和嫂子开玩笑 想让她不要太激动 我哥 你别说 我妹找来的这个孩子和你还挺像 话音落下 她盯着男孩 久久没办法回神 这男孩和嫂子 长得就像粘贴腹纸一样 要说不是母子 真没人信 我哥突然痛苦地将嫂子推开 还没来得及质问她 门外又进来一个汉子 他朝着嫂子深情叫了声 老婆 我哥一震 肾上腺素飙升 两个人很快就抱在一起扭打起来 侄子也有样学样地和男孩打起来 整个场面热闹极了 我拿出准备好的眼药水 当场开启了直播 我哭诉我们一家都被嫂子骗了 说她心机深重 贪财势力 伪造了空调水的图片 就是为了威胁我 从而霸占我的别墅 我拿出当初说吃坏肚子的人的住院信息 恰好全都是嫂子的亲戚 还有一个是曾经来我店里找麻烦的她弟 而我也保留了她弟找麻烦时候的视频监控 真相水落石出 嫂子就是故意找茬 别有企图 舆论的压力开始反噬嫂子 而她浑然不知 躲在不远处 连嫁也不敢劝 无论是哪一个男人 她都是有愧的 她从头至尾 没有说过一句真话 我把镜头转向打架的场景 网友看热闹直呼过瘾 看到侄子的时候 有网友跳出来 说侄子这个小混蛋在学校里经常欺负人 胡作非为 原来她妈是这样的 那就不奇怪了 在此之后 嫂子的信息也被扒了出来 很多骚扰电话打过去骂她 逼得嫂子最后不得不向我公开道歉认错 她潸然泪下 祈求我的原谅 她说她不想和我哥离婚 让我多给她说好话 而我哥因为嫂子的事情 害她在单位抬不起头 这回我哥像是铁了心 要和嫂子离婚 他们离婚后 嫂子立马被她上任 拖回了乡下 她一直看不起农村人 也真是忘本 我妈和我哥 想要重新住回别墅 我哼哼冷笑 直接把哥说的 要我嫁出去 霸占我房子的录音放了出来 告诉她要是再叨叨 就去她单位把录音曝光 我哥他们这才灰溜溜地走人 我带着女儿重新收拾别墅 她终于住回了属于自己的大房间 少了闲杂人等的打扰 女儿变得开朗了一些 但是她不骄不傲 为人处事依然是客客气气的 不久后 女儿告诉我 我妈被侄子打了 现在已经住院 这是闹上了热搜 我去医院看她时 她插着食管 眼泪一直流 看到我得体的女儿 她眼神里满是后悔 可是她一把年纪的人了 现在才追悔莫及 在后悔也无济于事 侄子也因此是进了少馆所 我没有一丝怜悯 只觉得该 后来 我和女儿一起 跨过更多山川 看过更多风景 少了那些爱手爱脚的存在 我们的世界仿佛豁然开朗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儿子肾出现了问题 找不到合适肾源 保姆比我还着急 带着他的儿子主动配行 配行成功 她没有丝毫犹豫 将自己的儿子推进手术室 你快去救小少爷 这就是你的命 可却被我拦下 先等一下 只因我重生了 上一世保姆 偷偷调换了我们的儿子 在她儿子肾出现问题时 她迫不及待地 让我儿子去救她儿子的命 我的亲生儿子 因为术后被她折磨 感染而死 她和她的亲生儿子 联手将我害死后 夺走了我的全部财产 这一次 我不仅要保护好我亲生儿子 还要送这对恶毒母子下地狱 你快去救小少爷 这就是你的命 和上一世一样 得知满满的肾出现问题之后 林梅第一时间将她的儿子带来做配型 我阻止再三 毕竟她儿子今年也才13岁 我怎么可能为了自己的孩子 就要一个13岁小孩子的身 但林梅却依旧坚持 配型成功之后 她更是没通过我 跟我的丈夫就把这件事定了下来 满满的患肾手术很成功 可林梅的儿子却因为术后伤口感染 没有及时处理 就那么死了 我有愧于林梅 从此对她更好了 并一直告诉满满 以后要将林梅如亲生母亲一样对待 满满很听话 听话到她长大成人之后 和我的丈夫以及林梅联手害死我 夺走我全部的财产 死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孩子刚出生 就被我丈夫和林梅调包了 一直养在我身边的满满 是林梅和我丈夫的孩子 而死的那个才是我的亲生骨肉 重来一世 我依旧第一时间拒绝了林梅 林梅看上去比我这个亲妈还着急 都什么时候了 就小少爷要紧 我给了林梅一抹微笑 视线又落到了她身边的小男孩身上 这是我的亲生骨肉 她就活生生健健康康地站在我面前 我压下心底澎湃的情绪 轻抚着她的脸颊 那也得先看看东东的身体状况 能不能做手术 先给她做个全身检查吧 这辈子 我得先确认儿子平安无事 然后送他们一家三口下地狱 东东身体好极了 这点你不用担心 林梅边说边将东东拉到她身边 用最温柔的声音给东东洗脑 东东 你是妈妈的好儿子 所以你要听妈妈的话 就小少爷 知道吗 东东似乎很错愕 呆呆地看着林梅 林梅强压下神色之间的不耐烦 笑着说 东东是这个世界上最听话的孩子了 不是吗 东东垂下眼帘 浓密修长的睫毛挡住她 眸底真正的情绪 她点点头 妈妈 我答应你 把肾给小少爷 我眼眶一热 连忙低下头 艰难地逼回即将夺矿而出的泪水 东东才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就这么卑微 可见林梅平时是怎么虐待她的 都是我不好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认不出来 害得自己的孩子上辈子吃了那么多苦 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更该死的是徐永年和林梅 我轻轻拍了拍东东的肩膀 东东 你知道肾是什么吗 东东看向我 摇摇头 不知道 但是妈妈想要我给小少爷 肾是你身上的器官 我指向他的腰部 就在这里 如果你答应了 医生要给你开刀 把你的肾从体内取出来 东东震惊的视线猛地砸向林梅 林梅硬挤出一抹微笑 你别吓唬东东了 他害怕该不同意了 然后又跟我说 江雪 我知道你是觉得东东还小 不适合捐肾 但这就是东东的命 他能救小少爷 也是他的福气 说着就又把东东拽到他身边 走 妈妈先带你去找医生 等一下 我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冷硬 林梅脚步未停 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 江雪你放心吧 我来安排就行了 我忍着直接杀死林梅的冲动 言声道 林梅 林梅这才停下脚步 转身不耐烦地说道 江雪 我可是为了你好 小少爷是你亲生骨肉 我让东东给小少爷捐肾 是在帮你 你怎么那么多事 他虽然身为我家保姆 但是这么多年 一直叫我的名字 跟我平起平坐 当然 我没什么阶级观念 保姆只是他在我家里的工作 这些年我看在他对满满那么好的份上 从来不跟他计较这些 看来他还真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 我挤不上前 将东东拉到我身边 冷眼看着他 你也说了 满满是我儿子 做不做手术 我说了算 林梅震惊又焦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还不想直接跟林梅撕破脸皮 微微一笑说 我说了 得先检查一下东东的身体状况 看看他是不适合娟胜 林梅谋底闪过什么 欲言又止 转眼就又换了一副嘴脸 笑着说 还是你想得周到 那我这就带东东去做检查 我来安排吧 在林梅开口之际 我直接打断他 还未说出口的话 把东东交给我你不放心 林梅神色微顿 应挤出一抹笑 放心 当然放心 东东 你跟着去吧 记着 要听话 东东点头 我带着东东去找了陈教授 他是这家医院花重金聘来的 是中医界的泰斗人物 以前我每年都要带满满来 请陈教授给满满检查身体 这一次 看到我带另外一个孩子来 陈教授只是微微一顿 便笑着说 你今天 可没预约 陈教授是在中午休息时间 抽空给东东把麦的 看着他紧紧 促起的眉心 我的心 也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一样 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许久之后 陈教授给东东把玩麦 问我东东是谁家的孩子 我侧头看了东东一眼 这孩子自从跟我过来就一直安安静静的 萧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眼神也有些漂亮 仿佛与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 我忍着心疼 不答反问 陈教授 他怎么样 陈教授叹了口气 这孩子长期营养不良 根本就不用把脉 你看他面黄肌瘦的 这根本就是长期吃不饱饭的症状 孩子的肠胃也不好 肾也虚 我一愣 什么 陈教授看出我误会了 解释说 是思虑过重引起的 这孩子一看 就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不发泄出来 那怎么能行 小小年纪就长期失眠 你看他的黑眼圈 所以我问你 他是谁家的孩子 是不是 后面的话 陈教授当着东东的面 没有说出来 我知道他是想问我 东东是不是被父母虐待了 或者根本没有父母 是个孤儿 他每一句话对我来说 都凌迟一般的痛 眼泪终是再也抑制不住 大滴大滴地涌出眼眶 陈教授连忙说 你也别着急 这些都是能养回来的 孩子还小 身体机能恢复得快 那就好 我声音发颤 意识到东东在看我 我抹掉眼泪 侧头看他 对上的却是他无波无澜 没有一丝温度的视线 你放心 他淡淡地说道 我会给你儿子捐肾的 陈教授文言 猛地站起身 捐肾 这怎么行 他这身体情况 怎么能捐肾 而且他才多大 寒江雪 我知道你儿子需要肾源 我也在给你想办法 我一把抱住东东 东东 妈 我不要你的肾 我只要你好好的 身体健康 开开心心 会的 我的孩子会身体健康 开开心心的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会让他受到一丝伤害 我怀里的东东身子一僵 像是被水点了穴一样 我松开东东 捧起他消瘦的脸颊 东东 以后你跟着 跟着我 好不好 东东的眉宇之间 染上一抹困惑 垂下眼帘 喃喃道 可是妈妈 我害怕吓到东东 不敢直接跟他说 我才是他妈妈 但陈教授看出什么了 江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轻抚着东东的后脑勺 对陈教授说 肾源不用找了 我的孩子不需要 陈教授一顿过后反应过来 盯着东东的脸看了好一会儿 了然地点点头 离开陈教授的诊室 我又带东东去私立医院 直接做了全身体检 对出来的结果 跟陈教授说得大差不差 只需要养 这就好 可我不会因此而原谅 徐永年和林梅 之后 我又带东东去做了基因鉴定 而这期间 我始终没有接徐永年和林梅的电话 直到我拿到鉴定结果 这已经是24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这24个小时 我带东东来到我名下的 一栋大平层内 我房产很多 徐永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我 我也看得出来 东东很想回家找他妈妈 虽然林梅一直虐待他 可在他心里 林梅始终是他最重要的人 阿姨 他已经过了变生期 少年衣里带着一丝丝清冷 我该回家了 我不想让我妈妈担心 直到我拿到鉴定结果 他年纪还小 看不懂 我小心翼翼地解释 东东 这上面的意思是说 我是你妈妈 东东稚嫩帅气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漆黑的瞳孔晃动着他的震惊 我已经泪流满面 对不起东东 是妈妈不好 是妈妈弄丢了你 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你能原谅妈妈吗 东东定定看着我 没有说话 突然转身回到房间 把门关上 我知道 东东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我想给他时间和空间 去消化这个事实 就一直在外面守着 想进去陪他 却又担心他拒绝我 就在外面给自己定了个时 半个小时之后 我敲响了东东的房门 推门进去 东东 我试探地喊他的名字 少年坐在沙发上 垂着头 周身似乎围绕着一股悲伤的气息 我心口一紧 快步过去 东东 难怪 东东的声音有些飘渺 难怪他那么讨厌我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东东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妈妈不好 都是妈妈的错 你原谅妈妈好不好 东东抬头 默默看着我 突然抬手 擦掉我脸颊上的泪水 不是你的错 可是 我哽咽到 是我没看好你 才让你被吊包 是我害你 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东东摇摇头 我知道 如果你早知道这一切 会第一时间来找我的 所以不是你的错 你也是受害人 他才十三岁 说话就这么成熟 可见他平时多么懂事 他越是这样 我越是恨许永年和林梅 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 东东 那你愿意回到妈妈身边吗 我期盼地问道 东东看着我的眼睛 我似乎在他清冷的眸底 感受到了温度 耳边响起他的声音 愿意 我再次泪流满面 那 你可以叫我一声妈妈吗 妈妈 东东抱住我 妈妈 你别哭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我弄丢了自己的孩子 即便就像东东说的 我也是受害人 可我依旧觉得自己 没有资格委屈 我现在只想让东东 放下过去的一切 东东 那你答应妈妈 不要难过 好不好 许久之后 东东才说 我不难过了 我只是明白了 他不喜欢我的原因 因为他不是我妈妈 妈妈爱你 妈妈会把全部的爱都给你 我紧紧抱着他 明明有好多好多话 想要跟他说 明明想让他感受到 我对他汹涌的爱意 可最后 却只能化成一个 无声的拥抱 我知道 只要在以后的日子里 用爱包围着东东 他会感受到的 可我就是着急 想要第一时间就抚平他心底的伤痛和漏洞 我派人将东东保护起来 这才露面 许永年和林梅已经疾风了 一见面 许永年就立声质问我 你把东东弄哪儿去了 林梅急得直跺脚 江雪 小少爷越快做手术越好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东东呢 我将林梅焦急的表情尽收眼底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虽然我也是一个母亲 但只要一想到 上辈子 我是死在我如猪四宝养大的满满的手里 即使他现在还是一个只有13岁的小孩子 我依旧觉得他死不足惜 我给他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最好的一切 却依旧抵挡不住他体内流着他亲生父母的血 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天生坏肿 我叹了口气 杀然地说道 我带东东做了检查 医生说 东东长期营养不良 体内各个器官都需要好好养养 尤其是肾 现在还不能做手术 林梅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我质问道 你是不是虐待东东了 你平时都不给他饭吃吗 林梅神色之间闪过一抹心虚 我 徐永年 我的丈夫 他就站在林梅身边 冷眼看着我 寒江雪 林梅肯让东东给满满捐肾 你应该感激他拯救了你的孩子 你问这些废话干什么 我看林梅倒是比你这个亲生母亲更担心满满 东东到底在哪儿了 你赶紧把他带来 做完手术 渗到了满满那儿 让他自己养 我又看向林梅 你是怎么想的 林梅深切地看着我 似乎想给自己塑造一个大义凛然的人设 江雪 只要小少爷能好好的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勾了勾唇脚 讽刺道 你这话说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满满是你儿子呢 到底是做贼心虚 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林梅就慌了 江雪 你 你别胡说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徐永年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 寒江雪 我在最后说一遍 把东东带过来 给满满换身 我不知道 你这个亲生母亲是怎么回事 但满满是我的亲生骨肉 你不在乎 我这个亲生父亲在乎 我就喜欢看着两个人着急的模样 我说了 东东的身体现在不适合做手术 所以暂时来不了 我拍了拍林梅的肩膀 笑着说道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东东的 林梅眼眶突然就红了 可小少爷等不了了 我叹了口气 等不了也没办法 就当他命不好 上天注定他该早死 又或许是他爸妈上辈子 做了什么孽巴 这辈子要报应到孩子身上 我转身要走 手腕骤然一紧 徐永年动作也蛮粗鲁 将我拽到满满的病房 指着床上病奄奄的少年说 你看看 这是你儿子 你就不知道心疼吗 寒江雪 你的心哪去了 满满坐在床上玩平板 这会儿放下平板问他爸 怎么了 徐永年冷哼 你的肾源找到了 可你这个妈 却一点都不知道着急 我看他根本不在乎你 满满没心轻醋 抿了抿唇 厌恶地看着我 你只负责拿钱就行了 剩下的你不用管 我不知道 灵梅背后到底怎么给满满洗脑 让他这么讨厌我这个母亲 但我不在乎了 你爸也有钱 你让你爸拿钱吧 满满当然知道他爸有钱 所以听到我这么说 他一点都不在乎 反正他知道他会给他拿钱 那你还来这干什么 赶紧出去吧 我不想看到你 看到你就烦 我冲徐永年耸耸肩 你听到了 你儿子烦我 不想看到我 那我出去了 徐永年几步追出来 寒江雪 你赶紧把东东交出来 我微微一笑 我再说最后一遍 东东现在不适合做手术 且仰着呢 你就等着吧 徐永年危险地眯起双眼 寒江雪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否则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狠狠扇在徐永年的脸上 力道之大 徐永年的脸颊 瞬间就红肿了 他诧异又愤怒地瞪着我 寒江雪 你敢打我 我吃笑 轻蔑地开口 打你就打你 一个倒插门的凤凰男 我想打就打 徐永年神色一致 下一秒恼羞成怒 你说什么 我笑了出来 怎么了 在我们寒家做了这么多年的上门女婿 怎么还忘了自己的身份呢 我上前一步 气场全开 又云淡风轻 你想怎么对我不客气啊 徐永年咬紧牙关 谋涩涩沉沉沉 寒江雪 你可知道 你这一巴掌 会带来什么代价吗 我挑眉 什么代价 到了这一步 徐永年 依旧是一副上位者姿态 你就不怕失去我对你的爱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可真幽默 徐永年 高高在上的表情 瞬间军裂 你笑什么 你的爱 我笑得肩膀都在颤抖 徐永年 你的爱算什么呀 很值钱吗 徐永年张口 你 你还是问问林梅吧 看看你的爱值不值钱 我用看傻逼一样的眼神 看着徐永年 讥讽道 徐永年愣住了 你 你什么意思 他仔细探究着我 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我是不是已经知道 他和林梅之间那点破事儿了 可我才不会直接告诉他 让他自己猜去吧 希望他能多多享受 一会儿这种抓心挠干 焦虑不安的感觉 徐永年站在原地 没有再跟上来 我走了没几步 就看到了林梅 对了 他有问题要问你呢 走到林梅身侧的时候 我停下脚步 低声道 他想问你 他的爱值不值钱 林梅也将在了原地 我则回家去陪东东了 东东 这个名字太随便了 我也不想让我自己的孩子 用林梅给起的名字 我想给东东改名字 但还是要跟他商量一下 尊重他的意见 可以 东东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觉得 我应该跟他好好谈一谈 可刚一张嘴 这孩子似乎就知道 我要说什么了 妈妈 我现在很好 以前我总认为 妈妈不喜欢我 我很难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 你才是我妈妈 我有爱我的妈妈 这就足够了 我将她抱进怀里 这才敢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 你不仅有爱你的妈妈 还有爱你的姥姥姥爷 你现在接受妈妈了 妈妈带你 去见姥姥姥爷好不好 东东点头 好 我擦掉眼泪 放开她 东东 那你现在开心吗 东东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 他似乎在寻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我紧张地看着他 一颗心悬到嗓子眼 耳边响起了东东清冷的声音 妈妈 我很开心 我的视线又变得有些模糊 真的 东东笑了笑 真的 我很开心 不骗你 妈妈 我把东东带到我爸妈那里 当着东东的面告诉了我爸妈一切 这也是东东第一次完整地听到整件事情的经过 我妈又是气又是心疼 紧紧抱住东东 我的大孙子 你受苦了 我爸更是怒火中烧 他们两个怎么敢的 当我们寒家没人了 我弄死他们比捏死蚂蚁还简单 我妈连忙捂住东东的耳朵 则怪道 当着孩子的面 你说话注意点 我自然是理解我爸妈的心情的 我比他们更恨许永年和林美 我爸重重地往沙发上一坐 转而埋怨起我来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跟许永年结婚 你就非他不可 现在看清他的真面目了 人家为了那个白月光 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牺牲 这个畜生 我爸骂得对 简直字字朱击 我实在是无法反驳 我妈又心疼上我了 小雪也受到教训了 再说了 东东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就在咱们身边 东东受了十三年苦 十三年 谁来补偿他 我爸又站起来 那个许永年和林美必须死 还有满满 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也没用 欺负到我大孙子头上 都得死 我妈只能默默捂住东东的耳朵 又揉声哄道 东东 咱们不听老爷胡说 你老爷数炮杖的 东东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 什么东东 我爸大手一挥 咱们不要那对畜生起的名字 以后东东就姓韩 就叫韩 韩 我爸琢磨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到书房里 大笔一挥 写下两个字 石青 韩石青 怎么样 东 嗨嗨 大宝贝 你喜不喜欢 东东脸颊一红 点了点头 喜欢 我爸拍案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 以后我们大宝贝就叫韩石青 小明就叫青青 石青 我歪着头看那两个字 有什么意义吗 我爸嫌弃地白了我一眼 让你读书 你去养猪 这都不知道 其间最贵龙虎榜 诚实得路为青相 自己查查什么意思吧 东东 不对 应该叫青青了 青青低头忍着笑 随即抬头跟我爸说 老爷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谢谢 看我大宝贝多有礼貌 我爸将青青往怀里搂 就是太瘦了 个子也有点矮 那有什么 在姥姥老爷家 几天就胖起来了 我妈笑咪咪地过去 青青啊 以后每天一杯牛奶 咱们好长大个 青青看了看我妈 又看了看我和我爸 眼眶微微泛红 好 我爸妈都是性格豪爽的人 不喜欢把气氛弄得这个伤然 说说笑笑间 青青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多了 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姥姥老爷 尤其是他老爷 虽然脾气暴躁了点 但平时幽默诙谐 性格有趣 确实有小孩缘 吃完早饭 他就要跟我一起 去找徐永年 还有林梅算账 被我拦了下来 爸 这件事我来解决就好了 你和妈留在家 帮我照顾好青青 还有学校的事情 你找找人 青青现在学习成绩 肯定跟不上 我爸心直口快 跟不上就跟不上 青青是我孙子 就算什么不会 我也养他一辈子 你去一边吧 我妈将我爸推开 你那是溺爱 你都半截入土了 能陪青青一辈子啊 我给青青找老师 这段时间 就先辛苦青青了 宝贝 你跟姥姥老爷在家 妈妈先出去 晚上回来 我青青拍着青青的脑袋 抱抱妈妈好不好 青青抱住我 犹豫了一下 有些羞涩地说道 妈妈 你小心点 我知道青青才回来 还不太适应这一切 跟我和我爸妈 也都不熟 但到底有血缘关系 她对我和姥姥老爷 是自带亲近的 相信过不了多久 青青就会像正常小孩子一样 彻底融入她的家 我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低头在青青的脸颊上 七了一下 出去了 公司停车场 我刚停下车 徐永年就出现了 江雪 她大不过来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锁上车门 淡淡地开口 锁上了 徐永年一改之前的高高在上 笑了出来 仔细一看 那抹笑容里还略带一丝讨好之意 江雪 昨天是我不好 我跟你道歉 你原谅我吧 这不是咱们儿子生病了 我着急吗 所以心情不好 说话也没有好气 以后再不会了 我冷冷地看着她 徐永年继续陪笑 其实你也有不对 你怎么能那么说我和林梅 我可是你丈夫 我勾了勾唇 那林梅也是你的白月光啊 徐永年叹了口气 原来你看出来了 没错 我确实和林梅交往过 但我们早就结束了 我和她那段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让她到咱们家做保姆 只是看她可怜 给她介绍一份工作而已 我和她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江雪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呀 我痴痴一笑 抬脚往电梯那边走 徐永年快不跟上来 和我一起进电梯 江雪 你相信我 我和林梅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我按了电梯键 跟我没关系 徐永年一顿 试探地问道 你 你该不会是想跟我离婚吧 我笑了出来 想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跟你离婚 我和她可没有签婚前协议 离婚了 我名下的财产 岂不是还要分给她一半 在我这里可没有离婚 只有丧偶 徐永年紧绷的神经松懈了下来 我就说 你那么爱我 怎么可能舍得不要我 电梯渐渐升高 到了我办公室 徐永年才又说 江雪 东东到底在哪儿了 满满还等着做换肾手术呢 我知道 你觉得东东小 不忍心要他一颗肾 可东东到底不是咱们的孩子 还是我们自己的儿子要紧 你说呢 我故作为难 可是我真的很为难 况且 东东还在养身体呢 徐永年平静的脸上 又浮现出了焦急之色 那你就不担心 咱们自己的儿子了吗 或许这就是命吧 我认命地说道 满满注定早死 这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事实 永年 你就接受现实吧 徐永年不再说话 脸色一寸一寸地冷了下去 许久之后 他才冷声开口 寒江雪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我故作不解 知道什么 知道满满的病情吗 你不是也早就知道了吗 徐永年仔细打量着我 似乎想要从我的脸上 寻找到哪怕一丝裂缝 可他失败了 他也不敢自己承认 满满是他和林梅的孩子 只能继续打马虎眼 你身为满满的亲生母亲 难道就不能为了自己儿子 听尽全力吗 什么叫这就是命 这是一个当妈的 该说出来的话吗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徐永年咬了咬牙 点点头 晚点你去医院看看满满吧 没有你这样当妈的 把自己重病的儿子丢在医院里就不管了 这是想让我去看看满满 唤起我心底的母爱吗 行啊 那我就去看看 看看他和林梅的儿子是怎么备受病痛折磨的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我才姗姗来到医院 林梅应该是已经嘱托过满满了 他一看到我就哭了出来 妈妈 我还难受 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院 我想上学 我走到床边 轻抚着满满的头 满满 妈妈知道你难受 可妈妈也没办法呀 你忍着点吧 你让东东把肾给我 满满理所当然地说道 反正东东有两颗肾 给我一个又不会死 林梅阿姨说了 只要东东把肾给我 我就能出院了 我摸着满满脑袋的手 微微加重力道 心底涌起一抹残忍 不行啊 东东和你一样大 你让他把肾给你 他以后怎么办 你给他点钱不就好了 就算是死了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满满毫不在意地说道 十三岁了 他也该见识一下 这个世间恶毒的一面了 我在床边坐下 对着满满笑 笑得残忍邪恶 那你去死吧 也没什么关系 满满被我吓到 啊的一声尖叫出来 一直在门外的许永年 和林梅一起冲进来 小少爷 怎么了 林梅满脸担忧关切 是不是又难受了 满满指着我哭嚎 你滚 你不是我妈 你是魔鬼 我不想看到你 他钻进林梅的怀里 梅梅阿姨 我不要他了 你快点让他滚 林梅一边轻拍满满的后背 一边回头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顺水推舟 满满不要我这个妈了 正好我也不要他了 我看你们两个 倒是像一对母子 那正好 满满给你吧 满满从林梅的怀里钻出来 又惊又喜地问道 真的 你真的要把我送给 妹妹阿姨 我含笑点头 当然 从现在开始 她就是你妈妈了 满满开心得像是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子 太好了 妹妹阿姨 以后你就是我妈妈了 她又抱住林梅 看得出来 她是真喜欢她亲妈呀 林梅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 放开满满大步过来 姜雪 你 你是不是 突然又想到什么事的 她脸上骤然一出惊恐之色 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东东呢 东东哪去了 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我用力推开他 你儿子 你是想要你儿子 还是想要我的儿子 给你儿子续命 林梅倒吸了一口气 你 你知道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一个剑步上前 抬手就给了她重重一耳光 畜生 林梅 你等着坐牢吧 林梅还想说些什么 再次被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打断 满满见状 立刻冲下床 挡在林梅前面 仰手就打我 剑女人 不准你打我妈妈 梅梅阿姨 现在是我妈妈 滚开 我推开她 小杂种 你别着急 你也离死不远了 林梅瞬间化成 保护幼崽的母兽 私生怒吼 不准你咒我儿子 她要冲上来打我 被我一脚踹开 够了 徐永年低吼 你看看你们 像什么样子 我转身回到徐永年身边 永年 你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 我在车上等你 你应该知道自己 该怎么选 不要让我失望 含情默默地看着她说完 我就出去了 身后又想起林梅尖锐的嗓音 徐永年 你给我一个解释 妈妈 满满竟然追了出来 拦住我的去路 妈妈 你不要我了吗 对于满满 她虽然在我身边十三年 可我对她早就没有一丝爱意了 我只记得上辈子临死前她冰冷无情的眼神 冷笑一声 我甩开她握住我胳膊的手 你不是我儿子 你是你妹妹阿姨的儿子 况且 你不早就想让她当你妈妈了吗 不是的 满满摇头 我那是气话 她是对我很好 我想让她当我妈妈 可是她没钱 她就是个穷光蛋 是个下贱的下等人 妈妈我不要她 只要你 这十年来 我一直亲力亲为 尽心尽力交 满满做人 临媒才来几年 就把她交成这个样子 她果然是徐永年和临媒的孩子 对她 我厌恶至极 下贱的下等人 你是她生的 这么说来 你也是个下贱的下等人了 满满终于知道害怕了 哭着求我 妈妈你别不要我 我错了 我以后乖乖听话 我离那个女人远远的 她说着还想上前拉住我 我直接推开她 满开 跟你妈一样恶心 临媒跑过来将满满抱进怀里 儿子 我的儿子 我们不求她 满开 满满用力捶打临媒 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恨意和厌恶都发泄出来 都是你 你这个贱女人才不是我妈妈 你滚 离我远点 临媒心痛至极 满满 我是你妈妈呀 我对你那么好 我冷眼看着这一幕 心里爽歪歪 虽然这种爽 肤浅了一点 但我就是痛快 又看了眼一边的徐永年 我转身离开 很快 徐永年的电话就来了 他是用信号打来的 江雪 我们谈谈吧 好啊 我们约好在我的私人酒窖见面 徐永年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江雪 没错 东东才是我们的儿子 对不起 当初是我一时糊涂 才会做错事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愧然一叹 我知道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 还没放下临媒 毕竟他是你的白月光 但现在 你心里只有我 对吗 徐永年顿了一下 点头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等你把那对母子的事情处理完 再来找我 我和儿子等你 我说完站起身 拍拍徐永年的肩膀 离开了 很快 我就又接到了临媒的电话 他实在是没办法了 哭着求我 现在只有东东能就满满了 江雪 不 夫人 你帮帮我吧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 我好整以侠的双手还胸 你就不好奇 我是怎么知道真相的吗 临媒神色一顿 显然 他也怀疑了 满满应该是没救了 徐永年也知道这一点 他已经跟我承认错误了 还答应我会回归家庭 跟我和我儿子好好过日子 所以临媒 我不能帮你了 你还是找块风水好点的目的吧 你要是觉得一块目的不够 那就买两块 你儿子要是死了 你应该也活不下去了吧 到时候 徐永年应该会看在你们当初相好一场的份上 把你和你儿子葬在一起的 寒江雪你闭嘴 临媒嘶吼着 满满不会死 他不会死 我耸耸肩 你开心就好 临媒这边该透露给他的 我已经透露给他了 接下来就全看徐永年了 他到底还是放不下临媒 这几天一直在纠结 我几乎每个小时都给他打电话 催他快点解决了临媒母子 要么就跟我离婚 我们韩家的律师团队都在等他 让他净身出户不成问题 徐永年这个男人啊 在临媒面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更是给自己塑造成一个霸道总裁的形象 在我面前一开始温润如玉 看着我对他死心塌地 他又变得高高在上 利用我对他的爱拿捏我 可说到底 他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谁都不爱 只爱他自己 没几天 他就去找临媒分手了 我的人拍下了他和临媒分手的场面 发过来给我看 临媒先是歇斯底里地闹 徐永年一开始还很有耐心 最后终于不耐烦了 一把将临媒推倒在地 你烦不烦 临媒 我是看在你给我生了个儿子的份上 我才处处让着你 现在满满要死了 我也无所顾忌了 我警告你 离我远点 你要是再来缠着我 我弄死你 临媒正正地看着徐永年 突然就大笑了出来 徐永年 直到今天 我才看清你的真面目 他瞪着徐永年 狠狠地催了一口 徐永年懒得搭理他 转身就走 徐永年 你去死吧 林媒猛地站起身 一把刀直接捅到了徐永年的腰间 在徐永年没反应过来之际 拔出刀又捅了下来 就这样 一刀接着一刀 很快徐永年就倒了下去 几个小时之后 我接到电话 警察让我过去认识 徐永年死了 林媒被收押了 他在看守所里申请见我 看到我 林媒扑通就跪了下来 江雪 徐永年死了 我也出不去 满满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了 我求求你 你就救他吧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满满就是你的儿子了 他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我择了一声 徐永年还真是笨 我说让他跟你分手 我会和他好好过日子 他还真相信了 你也没让我失望 带着刀去见徐永年 替我解决了他 也算是为我报仇了 你们两个合伙换了我儿子 我不知道多恨你们 至于你儿子 就让他在医院里等死吧 林媒疯了 寒江雪 你这个魔鬼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我在林媒癫狂的声音里离开 回到家 我爸妈已经给清清办好了入学手续 也找了名师给他补课 相信很快清清的生活就会回到正轨 一个月后 清清不仅变胖了 还长高了一些 他人也开朗了许多 每天放学回家都拉着我给他补习文化课 我问过他 想不想爸爸 轻轻抱住我 妈妈 我有你和姥姥姥爷就足够了 我已经很感恩了 妈妈也是 手机铃声这时响起 是医院打来的 我接通电话 医生告诉我 满满刚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临死前还喊着要妈妈 我直接挂断电话 那就让他去地狱里等他妈妈吧 临眉的案子是一年之后判下来的 死刑 现在他们一家三口 可以在地狱里团聚了 而我的清清 她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迎接她的将是最最美好的未来 她来往来的 我又在后就去地狱里团聚了